不仅张学友觉得谢霆锋跟周迅的恋情不靠谱 估计连谢霆锋自己也这么觉得 18月就两天谢霆锋就搬离了与周迅为邻的公寓室酒店 住进海没装修完工的新宅 霆锋你这也太刺激无云三百两了 既然只是朋友何必要搬家必见呢 这也太不给周迅神面子了呀 而31日就香港杂志爆出其中原因 要说两情相悦周迅和霆锋 的确算不上 大暗生情愫就确有其事 而且这一厢情愿的竟然还是单身了三年的周迅 据悉自庭峰恢复单身后 一笑爱低调才子的周迅 在各种朋友聚会上向他大献迎请 无奈庭峰早先就被恋爱大过天的前妻张博之下怕 坚决不愿再找神经敏感的小女人 对周迅自然是完全不来电 而这件本来简单的事情 在被媒体曝光后也再度因为博之而变复杂 带两个儿子去加拿大度假的他 在得知前夫的贝文后 醋一大发 当即决定定居加拿大 避开伤心地 让霆锋十分无奈 而这恐怕也是他急忙避开周迅的最大原因 总之 无论霆锋与周迅到底有过怎样的纠葛 看眼下他宁愿搬新家虚假拳也不愿和周迅撤上关系 两人在一起似乎已经是绝不可能的了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